年薪20万到底是什么水平 咱们先来看几个网上的视频 来说中夏吧 三到五年 勉强能生活吧 三年内要拿到这个数字了吧 你要看年纪吧 最喜欢说普通吧 985和211的话 毕业大概两三年 我觉得如果你是学工科 学技术类 一毕业或者两年之内就可以拿到 如果是文科类的 看机会 看际遇 看你选的行业的公司 这几个视频你们刷到过吗 我看完以后感觉自己 就像被一群傻子当成了傻子 他们这一本正经的样子 有那么一瞬间 真是让我不确定 我和他们 究竟谁在穿着皇帝的新装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 仿佛只要是学会了拼音 只要会打字 只要能上网了 那么个个都是高富帅 个个都是白富美 收入没个两万三万 你都不好意思在网上跟别人说话 可事实上 别说是年薪20万 就是月薪过万 放在全国 至少已经超过97%的人了 哪怕是在一线城市 也能超过90%的人 把年薪20万说的如此不堪 如此的容易达到 究竟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个税的起征点 大家都知道是5000 可是目前全国交个税的人 能有几千万 这个你随便查一查就知道了 我就不多说了 连月薪超过5000都才这么点人 何况是年薪20万呢 我可不是酸 因为我的年收入早就超过20万了 但是呢 我也要实话实说 想赚20万 真的是很不容易 像我们这样的二线省会 如果你能稳定每个月到手5000块 你就已经超过差不多一半的劳动人口了 想挣20万 哪那么容易呢 何况是那些生活在三四五六线的朋友们 我接触过很多企业的老板和高管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每一个年入20万的人 他的背后至少要跟着几十 甚至上百个月薪5000以下的员工 如果没有这么多月薪5000以下的员工 就不会有那个年薪20万的高管 如果只是看到最前面的那个年薪20万的人 就敢大言不惭的说 年薪20万不算什么 这究竟是哪来的勇气呢 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 可是梁静茹现在唱歌都跑掉了 你的勇气还没有散去吗 其实这不过是互联网上一些人在贩卖焦虑罢了 因为5%的高收入人群 恰恰拥有95%的话语权 他们赚得多 但是压力也大 所以活得往往更割裂 反而更喜欢在各个平台无比活跃 经常吐槽自己的穷 吐槽自己每个月吃饭 房租 买衣服 化妆品 电话费 汽车加油 这些基本开销至少也得七八千 所以即使月入过万 也只是勉强生活 可是一个真正的穷人 他是不会月月买衣服的 也没有人逼着你非要开车出行 至于吃饭呢 五百也能吃饱 五千也不够花 既然选择贵的 那就没有必要埋怨钱不够用了 因为只要想花 那挣多少都不够花 反正吹牛也不犯法 当一个人处于优势的时候 就会想方设法的告诉别人 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得到一种认同感和自我满足感 可事实上我见到现在很多90后00后 外表光鲜 实际上穷的是叮当响 打开他的朋友圈 打开他的社交账号 分分钟就给人一种月入好几万的感觉 而事实上 网贷和花呗的主要客户就是这群人 我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同事 去星巴克买了一杯咖啡 然后换了好几身衣服 换了好几个位置 连着拍了上百张照片 就是为了将来时不时的可以发一张朋友圈 感情这一杯咖啡成了他拍照的道具了 后来网贷平台催收的电话都打到我手机上了 这种伪精致的生活 意义何在呢 所以说总结一下 第一 没有必要看到这些东西而感到焦虑 那不过是一页张目的幻觉罢了 第二呢 竞争压力很大 就业形势也比较严峻 守好自己几千块的月薪 因为那才是你最有效的保障 不要动不动就一时冲动想要辞职 不失业才是底线 第三呢 你可能比自己认为的自己要优秀很多 不要因为别人在网上的三言两语就怀疑自己的能力 大家都是普通人 除了少数特别好的和少数特别差的之外 多数人活的其实都差不多 不信你就看看评论区的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吧 先聊这么多 我是爱闲聊有观点的小郭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咱们下个视频接着聊更有趣的话题 再见 再见